我们是一个资源互补的 欧洲传统车企业 他们有他们传统的一些优势 那么我们有我们的一些优势 比如说我们在智能网联 人际交互 自动驾驶 新能源方面 我们有因为中国这两年 这个新能源产业发展还是非常好 所以我们有这种产业的优势 那么我们通过和这个主机厂 建立这种优势互补 资源整合 比如说我们共同去建立这种充电平台 这么多的话 我们相互之间这种投资 可以做得更好的 这种价值更大 它的效率发挥得更好 所以这是一个共赢的 包括产品平台之间 技术之间也可以实现共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集见 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